后裔社日的神话,真有其事。 岛屿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后裔社日的神话故事,过了本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不在,相信古代的神话,总是把他们当中故事来听听,就过了后裔社日的典故事这样,死的远古的时候,大地出现了严重的旱灾炎热烤焦了森林,烘干了大地,晒干了荷苗草木,原来地均与西河, 生了十个孩子,都是太阳他们住在东方海外,海水中有颗大树叫扶桑十个太阳,睡在枝条的底下,轮流跑出来在天空指钦,照耀大地,但有时他们一起出来,给人类,带来了灾难,为了拯救人类后裔,张公搭建向那九个太阳,射去只见天空出现爆裂的火球,坠下一个个三角的乌鸦最后天上指令, 留下一个太阳,那么问题,来了后一寿日真有其事吗?其实答案是真实存在的。